他會出來嗆聲說不高興 你就朱立倫來選啊 這個就是給中央跟朱立倫的一個壓力 背後他想的不是說黨內要怎麼團結 國民黨才有機會贏 而是想著不管是剛剛庭輝委員提到 他的不分區 還是說是替他真的支持了韓國瑜 在給黨中壓力 這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是你看到台南這部分 好像現在看起來是民進黨優勢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剛才庭輝委員有提到 他跟謝榮介其實是選過兩次立委 庭輝委員第一次選立委2008年 庭輝委員只贏他的對手不到1% 這根本不是什麼優勢的選區啊 隨著庭輝委員經營四年之後 第一次遇到謝榮介 從對國民黨候選人贏1% 四年之後變成贏謝榮介贏24% 再下一次庭輝委員一樣對到謝榮介 贏了46% 大贏 我說說一個46%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把一個庭輝委員本來只贏1%的區域 經營了八年之後 贏對方46% 這代表國民黨的經營 你的策略 你對外所顯示出來的 都是在想你個人 不是想這邊土地上的人民嘛 你連今天提名台南市長這麼重要的事情 這麼艱困對國民黨選區 你都想的是你自己 想的是你的組織 人民怎麼會給你一個托付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想到一個就是說 最後想到國民黨他現在的策略嘛 剛才傑明哥也有提到 朱立倫他立的經令狀是 六都過半跟總共要請16席 那這個目標 其實老實講當時他一開始過半 他的想法應該是 就是台北或桃園 他要搶下一都 那六都就可以過半 可是他沒有想到的事情是 隨著中二選區的選舉之後 台中也出現了破口 所以他們的這一個目標 現在大家認為說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各地檢驗國民黨的執政 只會越來越嚴厲 好 所以群螺 不然我們跟花團緊住 完全是不同的情況 那謝龍介他宣布到底用意是什麼呢 是要跟黨中談什麼樣的條件呢 但是也要看謝龍介本身的 政治能量在哪裡 這要請教庭芬務員 台南你比較了解啊 謝龍介當然當了多年的市議員嘛 那他應該也是想當立委嘛 對不對 但好像也沒選上 所以呢他在當地的影響力 到底是怎麼樣呢 謝龍介選立委就是跟我選的 對 就是跟你選 是你的手下敗將 所以說我們是同選區啦 從議員然後到立委 我們是連戰好幾次 那其實為什麼地方黨部會錯 因為真的謝龍介沒有說過他要選 他就是這樣開玩笑說 不一定他都利用質詢的時候 就說不一定我要選啊 可是你真的要選的人 會不會是用這樣開玩笑的 不會啊 因為這知識體大 甚至是我們看到說他從幾次 尤其當時候在找不到人的時候 他當市黨部的主委找不到人 他也沒有自己跳下去啊 你記得說一次黃秀霜 然後再來高師伯 那個都是他們已經找不到人 最後才有人願意 那這次確實很特別 起碼台南國民黨 大家有興趣 而不是像以前說 沒有人敢選也沒有要選 謝龍介說叫這個朱立倫自己 御家清真 當然因為朱立倫 沒有因為朱立倫他們有淵源嘛 因為高師伯 高師伯就是他的古話嘛 就是說基本上因為他 這個岳父高裕仁在台南 所以他有淵源啊 所以你說如果謝龍介真的要選 你看我用我跳出來選 然後呼籲黨主席御家清真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那到底你是不要 你有沒有要選啊 所以大家才會講說就是錯愕嘛 地方單博說 你現在是在逼哪一家 你現在是逼哪一家 然後跟黨中央要什麼東西嗎 而且你還記得 如果依照他們不分區 不分區其實現在 接替下去的是這個武敦義 再來是謝龍介 那陳以興是不分區 那我其實 他如果要下來選 是不是不分區就要辭掉了 他們是不是 這是不是其中的 他拼著 阿武敦義 阿武敦義如果沒有要 就換謝龍介了 對 所以說謝龍介是不是藉著這個 作為一個 要更上層樓的機會 一個條件交換說 好我不選 但是你陳以興要 要辭不分區 那辭不分區之後 武敦義會去當不分區嗎 我也很懷疑 那如果武敦義不當的話 是不是就是 謝龍介可以當立委耶 他叫陳以興就裸退了耶 他如果沒選上就裸退 對 所以 陳以興可能會兩頭落空 沒錯 所以現在 現在這一張牌變成是在謝龍介的手上 對不對 就是說 好 你陳以興要選 你就辭啊 辭的話 他有一個不分區可以當耶 那如果說 你不選的話 那現在只有我表態 那變成你這一張牌是不是就是在 這一個謝龍介 那你主席如果不讓我當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喊下一張牌 你如果再推另外一個人 這盤算得很金耶 沒錯啊 因為如果謝龍介 因為大家不知道說北區 北區要選一個議員 因為我們有眷村 北區眷村改建是最早 所以基本上它是最完成的 所有的眷村都集中在北區這個地方 所以謝龍介他打著正南旗 他要選一席議員沒有問題 他到底票數多或少不管 反正他選一席議員沒有問題 所以他可以這樣喊牌啊 他隨時到時候 反正現在議員是現任優先啊 他又不怕 那他現在又不是主委 他又不用擔起說 未來台南市到底贏或輸 所以你看他在這個議會質詢的時候 反正你看不出說 他對於選舉這件事情 他有多認真看不出來 永遠就是一個很開玩笑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現在他 人家說會叫敗給朱立倫搞了 我就江里君 你看你要怎麼玩 對不對 因為你朱立倫你要擔任 你委員會的召集人啊 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你主委又不給我 什麼都不給我 然後全部都給我拉下來 那個本來我還是黨的負命書長 也現在都沒了 主委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登高一呼 到最後呢 算盤打一打 撈個不分區立委來當 所以你看喔 禮拜三這個辦法通過 謝龍健馬上宣布我要選 逼著陳以信要趕快跳出來 但是我不認為說 國民黨的耳目一新的名單是陳以信 因為陳以信你本來就是立委 你說會耳目一新 而且他也在地方確實多多少少偶偶而而有在跑 你有看過他跑行程嗎 有有有有有碰到過 所以他多多少少偶偶而而有在有在跑行程 可是確實如果真的要拼民調 不可能會贏過謝龍健 因為知名度還是有差 所以這張牌就等於是被謝龍健喊掉了 所以這個喊掉之後 就是要逼你朱立倫要來跟我談 再來關心台北市長的選戰部分 好隆斌先前拋出藍白河 結果被黨內罵翻 那還被蔡壁如嗆說國民黨那麼的弱 那昨天他就罵白癮罵回去 說城市不足敗事有餘 看起來藍白還沒有河 就已經先戰成一團罵成一團 那這個媒體的黃光晴甚至就嗆好隆斌說 你再這樣搞下去是要搞死蔣萬安嗎 來正好我們說藍白大概不用河了 現在已經是提前開戰了嗎 不是要講好隆斌其實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畢竟你是第一個拋出橄欖子的 藍白河是你講的 那你應該是要辦你中間的潤滑劑 你怎麼會好像被拒絕之後 有點惱羞成怒了 我覺得不太好 這真的不太好 但是問題是其實不管好民兵態度為和啦 本來白的就是沒有要跟這個國民黨合作嘛 他整個數學的算法是很單純 譬如說今天黃珊珊再怎麼落 我認為拿個10%12%一點都不意外 他拿個10%12%的話 對於蔣萬安來說他就必須領先他的對手 12%以上才會有機會 對不對 這是很清楚的一個數學問題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還記得嗎 我們今天禮拜一開工 在開工前一天的禮拜天 有個非常非常偏藍營的媒體 寫了一篇社論 叫做蔣萬安不沾鍋 小心砸了鍋 他在談蔣萬安過去那種不沾鍋的性格 已經現在不是藍營支持者喜歡的樣子 藍營支持者的樣子 喜歡所謂的戰鬥藍鷹派攻擊攻擊再攻擊 蔣萬安的這個不符合他們的期待 包含在年前新黨開記者會嗆蔣萬安什麼 是媽寶對不對 所以說對於蔣萬安來說 他幾個隱憂 第一個隱憂是民眾黨 包含黃珊珊對他的威脅 第二個隱憂 現在藍營的人其實開始有這種氛圍 認為我們不要再投給一個溫良公儉讓的人 那這些事情會影響到 蔣萬安的危機囉 對會影響到蔣萬安的危機嘛 因為蔣萬安之所以大家會覺得他強 他會上的原因就是他姓蔣長得帥 學歷好英文好 談吐又很溫溫如氧 一定可以把國民黨在台北社盤全部吃光 可是問題是你看我剛剛舉的幾件事情 都不是綠的或是中間選民在批評蔣萬安 新黨還有那個媒體都是藍營的光譜 都在還有一些藍營的媒體人 都在子儀蔣萬安不夠戰鬥力高的時候 我要試想一個狀況 開始打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是誰我不管 黃珊珊如果表現出像是戰鬥男的樣子 而且他有能力表現出 你現在看黃珊珊是被加上封印跟枷鎖的 黃珊珊現在是當副市長 沒有他以前當明代這麼犀利哦 可是如果他把這些封印跟枷鎖解開 符合戰鬥男的期待跟標準的時候 是不是拉更多票 然後呢 如果講完繼續溫良公減讓的話 這些藍營的支持者 有的可能會轉給黃珊珊 有的不會轉給民進黨 想不用想了 可是會怎麼樣 不出來投票 投票率會降低 那對講完來說 會不會差個14%15% 我覺得也不意外 還有新黨現在也在布局台北市哦 新黨在農曆年前 大聲痛罵蔣萬安是媽寶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有在誤射核四的人選 哦 他們在誤射 不知道瞧不瞧出來而已 假設瞧得出來 新黨拿個2%3%也不過分了 在台北市 哇那蔣萬安票被分光了 16-7%了嘛 16-7%了嘛 那這16-7%分完之後呢 那請問 現在如果民進黨 我先不講是不是陳時中 就是說民進黨拱出一個 他們可以接受的人選的時候 請問 蔣萬安會不會半條命都沒了 哦 這是很務實的分析 就是我今天跟蔣萬安聊天 我也是這樣分析 假設啦 我是他幕僚這樣分析 就是這是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對 就問 你有沒有把握 民進黨候選人16% 17% 如果沒有的話 抱歉這樣選項不穩 然後偏偏好龍兵出來放這個藍白盒 對於很多民進黨的 不是 國民黨的人來說 聽到藍白盒就非常不爽的原因 就是你把藍白盒擺在一起 就表示說民眾黨現在強到要跟國民黨合了嘛 他等於說平起平坐了嘛 本來就是藍吞白就好了嘛 或藍沙白嘛 藍吃白嘛 所以藍營支持者聽到這個是會不爽的 支持者是以為是那些基層民代 尤其是現任的藍營的這個民意代表 除了黃近平以外 哪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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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的 每一個都很不開心嘛 所以你這樣子喊 會造成基層的壓力 你更惶惹台北市民眾黨都推兩席很多 所以說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數學 所以藍白盒不要在笑想 你趕快認清楚 抱歉 蔣萬安的敵人不是民進黨 你的敵人是民眾黨 國民黨的敵人也不是民進黨 是民眾黨 你先打贏民眾黨 這叫什麼 移組 移組 打贏移組 再來晉級到賈組跟民進黨打 這樣選擇我覺得落差會蠻大 所以蔣萬安坦白講 各個選區我真不知道 可是台北市蔣萬安真的沒有這麼 OK 來我也有看出這個蔣萬安的危機嗎 藍營的危機 如果說內部都對蔣萬安不滿的 情況下 各方包括黃森燈出來 新黨如果再推人出來 哇那恐怕分票就分不少了 當然藍營但很擔心說 所謂的藍或白整個分裂的時候 讓民進黨坐享漁翁之力 老實講過去台北市對藍營來說 是一個相對優勢的選區 那但是問題是這一次 從好龍斌 柯文哲 陳時中三個人講話 看得出態度不同 好龍斌看起來 就是我們看起來好像一個很急 很擔心會落選 那有個白色的力量 他告訴我 白色這邊這邊有所好閒的 在那邊摸豆腐啊 吃豆腐啊 然後一下卡一下油 好龍斌他是學離主的 他講話其實是很直接的一個人 好所以他今天講 城市不足敗事有餘 這句話老實說 他不是真的只說 民眾黨你不要再亂咬 他是講說以民眾黨現在的實力啊 可能沒辦法當選所謂的台北市場 或是贏得這場選戰 那既然如果以現在實力贏不了的話 是不是好好坐下來討論合作 他其實原意是這樣 但老實說我覺得他的引用 也的確不太恰當啊 被媒體這樣下標 我覺得也不能怪媒體 因為老實說 他的確有這句話在裡面 但我覺得好龍斌的用意 原意是善意的 那回到柯文哲 柯文哲面對這議題他怎麼回答 他就說我們用不同的角度 用台灣世界的角度來看 邏輯跟觀感會不一樣 我不懂這個角度是只要合還是不合 他說我們要不要因為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人利益犧牲多數人利益 短期跟少數人到底是誰 柯文哲沒有講耶 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柯文哲這回答到底是支持合作 還是不支持合作 請問合作是短期利益還是長期利益 你支持藍白河嗎 從地方我們議員選舉的角度來說 當然藍白河我們很擔憂說 我們要拿什麼跟民眾黨去交換 畢竟他如果讓我們選台北市長的話 那我們一定要給他什麼東西嗎 總不可能那麼好吧 而且另外很重要 藍白河不是單純討論交換的問題 還有價值啊 請問民眾黨的價值兩岸立場 或民眾黨對議題立場 跟國民黨哪裡是一樣 哪裡不一樣 講不清楚啊 對完全沒有藍白河的空間嘛 這樣看起來囉 我覺得現在藍白河是 民眾藍營支持著很焦慮 所以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事情 藍營姐 所以看起來藍營藍白之間矛盾非常多 綠營方面呢 說基層要求成立陳時中後援會 怎麼看這樣的態勢發展 我先講 我覺得藍營真的是 非常的紛亂 那國民黨你要知道 你最大敵人真的是民眾黨 我先講郝龍斌 第一 我善意的解讀他的話是說 他急了 所以他覺得如果藍白不合的話 一定蔣萬安非常的危險 可是如果是這樣 你只是因為急了的話 那對不起 你第一你犯的太急躁的毛病 你內部沒有先協調 你完全不尊重黨主席朱立倫 不是嗎 那這裡面顯得出朱立倫有多麼的弱勢 那第二我都要再更進一步解讀 最近的郝龍斌非常的活躍各位 他不是只有針對藍白河這問題 今天又發炮了對不對 講這話是非常不得體的 說人家城市不足敗 是有餘 就算是你也只能在心裡講 你怎麼可以公開講呢 非常失格 那另外呢 有關於輔導視頻問題 他不是要串聯各縣市嗎 他為什麼這麼活躍 是不是他有一顆 蠢蠢欲動的心啊 看準了你朱立倫太弱勢了 所以呢我現在講藍白河 藍白河如果有成的話 你看我多有先見之明 我鼓吹出來的 藍白河如果不成 蔣萬安真的因為這樣子落敗 朱立倫你辦事不理 橫數都是我 我話語權拿到了 我已經把話講到以前了 我中黨愛國 我多有先見之明 然後呢朱立倫到這路被逼供不行了 會不會 郝龍斌會想 如可以我當然也可以 有違者亦弱勢啊 有沒有在想這一步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這樣想啊 所以他先講到話語權嘛 可是這樣的結果是什麼 一塌糊塗嘛 我今天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高興得要命 第一 你未戰先想投降數一半 他已經亂成一團 你亂成一團 你怕我嘛 我是個咖嘛 我們民眾黨是個咖嘛 所以你才要來這邊藍白河嘛 然後形式上 你們居然還說什麼 罵我們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吃人夠夠 我告訴你哦 這樣子很多人更看不起國民黨 會覺得民眾 民眾黨還真的是個咖對不對 第三 如果今天民進黨出來陳時中 我相信柯文哲會更高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 醫生對醫生 那疫情不常就在嗆柯文哲了嗎 好啊 到時候柯文哲不是在嗆陳時中了嗎 如果陳時中出來柯文哲拉著黃珊珊 他主攻陳時中 邊緣化是誰 那個溫良公檢讓的蔣萬安嘛 就無聲無息去了嘛 而且議題一辯論有關什麼防疫等等 蔣萬安完全不懂啊 不懂 然後你如果一辯論的話 主帥誰上場 黃珊珊上去 你蔣萬安何其深嫩啊 哎呀你又不行 那我請問你蔣萬安到底剩什麼 剩下你姓蔣 剩下你長的帥 就這樣子嗎 你這樣可以當台北市長嗎 好 所以在這一點上頭 民眾黨他已經佔到了先機了 不是嗎 更何況犯了一個兵家大忌 所謂的藍白河是什麼 我告訴各位啦 現在柯文哲巴不得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藍白一家親啊 品牌混淆啦 為什麼 因為藍營的 深藍的恨民進啊恨之入骨啊 結果你蔣萬看起來軟趴趴 你朱立倫該承擔不承擔 滿層沒有戰將 哎這個時候柯文哲好啊 對不對 又是什麼兩岸一家親啊 罵這個蔡英文啊 罵民進黨罵得多帶勁啊 多麼大聲啊 我就把感情投射過來 反正都是反民進黨 那既然你蔣萬安 或者說你朱立倫 國民黨看起來不夠力不成才 我為什麼不把我這票投給民眾黨呢 轉移呢 所以如果這樣的結果會是什麼 蔣萬安當然是非常明顯啊 而你們都很有看